我不用了,我就走上山 那些在那裡住的熟悉的地下 那些美酒,人平安就是平安的了,是吧? 利益門體育館主場昨晚8時起已經暫停開房 轉為臨時庇護中心 工作人員已經準備好支援有需要的市民 而另一個水浸黑點大澳水位早上已經開始上漲 海水檢過田街和碼頭一帶 水深跌到腳硬位置,行人要涉水而行 有酒家負責人表示昨晚已經加設水閘和兌防沙包 但是店內仍然有清微的水浸 昨晚前晚開始聽見台風道 每個人都準備搬好,把這些傢俬全部搬起,搬高了 有些太重的,不能動的,就等它浸,沒辦法了 水位不斷上漲,慢慢慢慢上漲 冷行,垃圾已經浸上來了 我門口就沒有站在旁邊,所有的地下 譬如舖頭已經是降水了 沙田城門河水位早上都開始上漲 染過單車徑 附近的行人隧道已經關閉 出入口都放置南江 聲音電台記者文加恩報道 以往是風暴重災區的恆花磚風勢逐漸增強 大家好,我現在的位置是在中央氣象台 那麼,關於大家非常關注的第9號颱風斯拉的最新情況呢 我們剛剛呢,是通過中央氣象台最新的一份颱風快速運軟 那麼,我給大家來讀一下 它現在的最新位置呢,是在距離香港東天南方向大約15公里的海洞 它的墻墊呢,現在是最大風雨17級58米 雙羊維持在一個強壇海風的強度 雙羊維持在一個強壇海風的強度 你們可以看到我們說話啊 就是在海風雨道區域 海洋區域到一個領域 各位中央海道熟悉的沙河 旋強勁,鹿卷已經做好了準備 不擔心會嚴重水浸 暗時不覺得什麼 好像平時一樣,不是我們不會下來呢 是不是啊,我知道,在打八號 是啊是啊是啊 那當然擔心,你在那裡住怕水浸的嘛 那次山祖二度水浸 但是現在整了這些閘,設施好了就應該安心一點 因為那時候水浸,浸到有架車過了棉 之後我住了三十年,都沒有試過的 是上一次那個最重要的那次那個 就浸了個停車場 現在可以一來打風,第一次流 就會叫那些車主拍了車去他們的車位那裡 有架風就說會視乎天氣決定是不是繼續散步 強調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不會去到海旁追風 不要令到人家有這麼麻煩這麼多事做了 不是你自己,你覺得自己 啊,我都這樣不怕我追風 但是你要想一下去救你的那些人呢 我都覺得不要給我吃到那個婦女了 原本平時沒事的時候,我是在下面走的 那如果下雨就不走,或者最多走走在雙床裡面 上面平台那些 我會繼續看著幸花村的最新情況 將時間交回直播室 麻煩了,正在昨天提早宣佈全港學校停課 新界校長會副主席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 在電視上說,認同當局預早公佈的做法 讓學生和家長做好安排,確保學生安全 他說學校會透過電子平台做好信息發展 和幫助學生在家裡學習 如果下星期一,天氣不激烈 例如在落大雨,校方會彈性處理 包括學校時到學校園 以及調整開學禮安排 有需要的時候會派遠道口岸支援跨境學生上學 在印度的20國集團峰會 美國總統拜登回應 並能夠出席 另一方面 中美軍方高層上個月在匪制會面 是兩國軍方高層近期罕有接觸 美國總統拜登早前表示 預料秋季可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再次會面 外界原本預料 兩人有機會 在下個月9號至10號 上到印度新德里出席20國集團峰會期間 再次舉行集拜會 不過外電引述印度駐華官員 已經獲中方官員告知 習近平不會出席G20峰會 改由總理李強代表出席 拜登回應傳媒提問說 希望習近平可以出席峰會 如果錯過今次機會 下次兩人再有機會同場 將會在11月 在美國三藩市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美國財政部公布 財政部公布財長耶倫會 徐同拜登出席G20峰會 他在去年印尼G20峰會期間 也曾經同時任 中國人民銀行項目的會議 財政部的聲明未有透露 今次峰會會不會安排雙面會議 謝說耶倫會最招勤化全球經濟 和支持中低收入國家 並為烏克蘭提供經濟援助 中國駐美大使謝峰 在華盛頓郵報撰文 反駁外界唱衰中國經濟的言論 強調中國經濟持續復甦 仍然是全球經濟的領頭羊 和最重要的發動機 謝峰說 逆後經濟復甦 在波浪式發展 曲折式前進的過程 中方近期出台針對消費 促進民營經濟 加大吸引外商投資等一系列舉措 重點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包括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性酵症逐步顯現 又強調中國政府的政策工具 雙重好充足 有信心不會發生系統性風險 謝峰批評過去一些人 對中國的貢獻閉口不談 以使中國經濟面臨一些階段性調整 就靠想拖累全球經濟的帽子 說行災落禍甚至落井下石 是短視和危險 形容中國經濟崩潰而美國依然繁榮的想法 是天方夜譚 敦促美方停止對華實施出口管制 和高關稅等措施 不止搞斷勾團鏈 以免有經濟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中美軍方有恢復接觸的跡象 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徐喜寧 上個月率團到匪制 出席印太國防軍司令會議 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阿斐利諾 在會上與中方的代表團會面 是兩國軍方高層近期罕有接觸 發言人希望這次是兩國軍方未來 進行更多對話的跡象 華府會盡力保持溝通渠道暢通 減少誤判的可能性 商業電台記者黃毗美報導 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副主席 這次是兩國軍訪是第二條旋台 屬於公開會主席 聯合警司令會縮團到訪問 公開會再由公開 公民地區一度穿台灣 期望透過這次的兩種陣的 信旻台在各領域 訪拔公台 印太國衛鋒助和台部平穩定 Said 既然違反觀 當場證實死亡 港鐵公布的初步資料顯示 市主趁列車上落客的時候 由靠近車尾的車門 和自動月台閘門之間的那規 進入路軌範圍 然後被第二班車埋暫時撞到 它形容事件是 鎖絲 說站內有裝設幕門 通往路軌的樓梯也會上鎖 事件反映車站設計有漏洞 港鐵必須解釋並採取補救方案 卡卡車做到的 是尾卡車才可以的 那它又說不出原因 它盡快地出來清醒 為何會有這個恐襲 接著是由朱啟燕帶來體育消息 動感 GO!GO!GO! knew 算我 聲音 快走 快走